高雄市府还希望中游 不只赞助动物园 还要赞助灯会 也是八千万 那边八千万 这边八千万 真的很敢要 过去都来要过 但要这么大金额 从来没有看过 而且还不止一笔 秋山动物园八千万 灯会八千万 那边又不知道多少钱 但高雄市政府说 没有这回事 就否认了 但这个员工说有 我不知道你会相信谁 所以你看真的是怎样 成绩办也算够红了吧 他当过副院长 对不对 跟小英的关系也不错 可以半夜打电话给小英 中央给钱还不够 然后国英事业 变成他的提款金库 而且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 金额都写好 支票上面的金额都写好 你只能签字 你还能怎样 其实坦白说 以前成局也差不多 以前成局也差不多 可是最让人家觉得奇怪的是 如果你们到处去 跟人家要ON 要DN 为什么高雄负债这么多 为什么高雄负债这么多 你们公务预算都花到哪里去了 这是第一点 到底要多少钱给你花才够 公务预算花完了 还要负债到子孙 子孙的钱都用完了 还要去找这个国营企业 跟民间建商来的土内 所以你高雄到底要花多少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为什么高雄百行百业这么多 通通是建商支持 十几家通通通是建商 当时我没有其他的产业吗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商人不会做无力可图的事情 第一个建造卡在这个建管处 没有错 我告诉大家 建管处给你卡多久 三个月半年都有可能 你卡了半年 别人的案子都已经开工了 拍赛你就不能开工 你不但不能开工 你也不能预售 因为要拿到建造才可以预售 所以这个建造的流程 每一次都成为这个 建管处可以收红包的这个来源 你只要去抓 一抓一个中 都是这样子 再来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高雄这几年 都在做一件事情 外界可能不知道 小市民可能不知道 这两年陈其迈大量的在解编 高雄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说 什么叫公共设施保留地 我们有很多所谓的道路预定地 公园预定地 学校预定地 这个叫公共设施保留地 可是它可能都是民间拥有的 它都是私人产权 政府还没有征收 先给你看的那儿 你也不能盯动 你也不能开发 所以那块地主就很无奈 地价也很便宜 因为我不能开发 等到哪一天政府说 我要盖学校了 然后我再花钱给你征收 这种地几十年了 很多地主都 要靠不着就一直放在那里 然后有一些建商很厉害 他专门去收购这种 公共设施保留地 道路保留地 建价给人家买过来 买过来 如果你有办法的话 你就去让市政府 把你这块地解编 就说 你不是公共设施保留地了 我还给你原本的 譬如说是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大家知不知道 一旦解编 建商就可以开发了 那个价格 是三倍 五倍 十倍的差价 三亿 五亿 十亿 的差价 所以为什么城中城 人家说高雄二十年来 没有几件都庚案 成功 大家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都庚 我为什么要去拜托那一些 把老房子变成新房子 我一直有地可以去盖新房子 盖了新房子 炒地皮 炒房 我为什么要去做都庚 我为什么要去哼 我为什么要去生는데요 是的 aya